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节目开始的时候要做一个特别的声明 最近我们收到了一些消息 有人利用爱情保卫战 嘉宾报名的方式进行诈骗 所以在这我们特别要提醒电视机前的情侣朋友 如果你要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 我们这个栏目组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接下来还要说一条好消息 在前不久走进我们节目的一位铁路哥 终于和他心爱的女朋友 牵手并且结婚了 我们要结婚了 以后我会多多支持他的工作 我也会多多照顾他 一有时间了我就会陪他 希望我们的亲人还有的朋友们 能够多多支持我们 愿天下的有情人诸鹏眷属 接下来要认识一下 今天帮助我们三队嘉宾的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 涂磊涂老师 欢迎涂老师 来自百合网的婚恋咨询师 周小鹏周老师 欢迎周老师 来自世纪家园网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对明星情侣是谁呢 来各位给他们掌声 欢迎他们 有请 今天我们请到的明星情侣是来自北京仁义青年演员 孙茜和他的男朋友蔡远航先生 来欢迎两位 听说明年要大婚是吧 对 我这个计划 相恋五年了是吗 五年多了 蔡先生觉得这个 跟孙老师在一起恋爱的时候 你最获益的是什么呀 坚持 坚持什么呢 就是因为两个人一路在来 你每天会碰到不一样的事情 只要你认为你的选择是对的 就一路要坚持下去 我听说好像你们是在天津乡的亲是吧 江亲是在北京 但是定下来是在天津 真的真的 所以今天来到天津 我都特别感慨 我觉得像回家了一样的 我们第一次牵手 就是应该说情定五大道 所以现在有人提到天津 我都特别心动 那是因为五大道的景色 太迷人了 你们不由自主地说 哎呀景色太好了 牵了一下手 还是因为身边的景色 太优秀了 这个男人 这个女人太好了 就是我一辈子的人 牵手在一起的呢 我觉得两个都有 就是彼此也都觉得 对方还都挺好的 另外就是确实到了天津 到了五大道的时候 当时我记得我们在那个 路过同马车 那天我就觉得说 哎呀天津这个地方特别童话 对因为天津也算我第二个故乡嘛 我妈妈这边所有的亲戚 我的大姨 舅舅 表哥表弟表姐表妹 包括我的 就是他们的哥哥弟弟的 这些下一代们 都在天津 好你们明天结婚的时候 来我们这儿办婚礼吧 好但我们每年啊 就是过年 每年都办婚礼 每年过年都会来天津来过年 我特别喜欢天津的过年的氛围 刚才她说五年 蔡先生说五年跟你在一起 她学会了坚持 这五年的情感 你觉得你自己最大获利的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 因为她的坚持带给我的感动 然后因为她的坚持 让我觉得这份感情的迷足珍贵 所以我特别感谢她 这五年的对爱情的坚持 让我收获了一份 特别完美的童话般的爱情 我相信不仅爱情是童话的 可能进入婚姻的话 如果她们还以这样的默契和坚持的话 她们的婚姻也会像童话一般 祝你们早日有个小公主或者小王子 谢谢 谢谢两位的带来 请坐请坐请坐 谢谢大家 来请坐请坐 今天你们将看到的是 在西方的大学的课堂上 社会学里一堂课 当我们把这堂课的内容 介绍给了今天的女主人公的时候 她说 我希望我的男朋友可以做这道题 因为她们的情感已经到了危机的边缘 下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男主人公 来掌声有请 小志25岁 来自内蒙主 是一位私营业主 来有请 你好 我知道你因为你无法选择 所以你才到这个节目来 对不对 对 希望我们的专家和我们的嘉宾朋友 帮你做选择 对吗 对 但是在他们帮你选择之前 你必须要自己选一次 来 看一下这道题 当泰坦尼克号沉默之际 母亲和你你会去掉谁 自己 好 最难的选择的时候到了 孩子和母亲只有一个人能登庭 决定权在于你 你会把谁送上救生艇呢 孩子 什么时候觉得最难 最后一个 我的理解就是孩子在你的心里是最重的 对吗 对 小志 我还想说一下 孩子对我来说重要 对我妈来说更重要 你不怕说你放弃母亲 你母亲伤心吗 不会 好 小志现在是一个准爸爸 如果家庭的冲突没有发生的话 他们应该非常开心地在生活 在六个月之后将迎接他自己的孩子 可是现在 今天此刻 他却要面临大家看到的这道题一样的 现实生活的最真实的选择 现实生活是怎么把他和他曾经的爱人 一步步逼到了这种不得不做选择的境地的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本来打算要结婚的 然后后来就怀孕了 怀孕了 后来就是就说先买个房子吧 这次主要因为买房子的时候 就是牵扯到写谁名的问题啊 完了他就是非得要写他的名 他妈要写他妈名 我这边就是接受不了 我妈初期写他的名字 这个我绝对不许去 那天晚上以后他就骂我妈 骂妈的时候我就要出去打 我妈说说你看到他是什么人 哪有这个儿媳们骂妈的 我去那边拿我的衣服 他儿子反正就过来打我 他们一家四个人全上了 包括他爸他妈他妹妹还有他 他们四个人打我一个 现在心里特委屈 不知道就说怎么会造成这样 听起来矛盾很简单 不过是一套房子 不过是准媳妇和未来婆婆的战争 不过是未来婆家和娘家的一场斗殴 但是却让你这么难受 你刚才说的是选什么来着 孩子 其他人都放弃对吗 对 好 那现在能够代表孩子发言的 有决定权 或者说有50%的决定权 让这个孩子留下来 还是离开的 应该是你的女朋友 对吧 来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他的女友 来有请 小智的女友今年26岁 叫小达来做河北 也是私营业主 来有请 你好 你好 主事好 四个月的生孕是吧 是 需要做吗 需要 需要坐下来 对 来凳子 放松一些 对于孩子的未来你怎么考虑 我就是打算把孩子生下来 自己抚养 对 想好了 反正是现在挺矛盾的 你的矛盾是什么 我要生下来孩子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带 肯定以后是不能结婚了 孩子他愿意生他生 我养他 不愿意生呢 那他自己处理 你做题的时候不是说让孩子先走吗 你跟我们说的是假话呀 因为孩子在他身里边 我控制不了他 如果是在生下来 你为什么要控制他呢 不想跟他分手 专手就分呗 因为有他那样的妈 我过得也不会幸福的 他母亲怎么 脾气不太好嘛 然后就是有什么一个破晓事 然后他就能给整得特别大 你们俩的感情现在怎么样了 他妈老在中间就是挑拨嘛 不是很好 跟我妈没有关系这个事 他说谎 我跟他妈说实话 就吵的次数比他都多 结婚我妈那边我已经说服了 这次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要跟我分手 你是真想分手 还是把分手作为一种条件 不是条件 就是无法忍受了 怎么了 我就感觉这样过太累了 你是下定决心分手的是吧 我先提出来的 因为过得太累了 这三年 那你提出分手 到底是为了分手呢 还是为了改善呢 就是为了 应该说是改善吧 看来妈妈的意见很重要是吧 未来婆婆的意见很重要是吧 来 我们请出小智的母亲 来 有请 对于这个 你儿子的女朋友 你满意吗 相当不满意 对于 这个小生命 您的意见和态度是什么 这个意见 我已经跟这个孩子闹了 我们共同生活了二年 他俩开了一个公司 在09年的8月2日 我姑娘去旅游去了 您怎么满日子记那么清楚啊 因为她重大事件 我女儿发生车祸了 她们集体公司旅游去 知道吗 组织人 除了车祸之外呢 我不得护理她去吗 对对对 护理去她 我第一个电话就打给她了 她说怎么样 我说挺严重的 肋骨骨折 肩压骨骨骨折 她说妈 那什么 我晚上就到 到那了我就问她 我说儿子 女朋友为什么没来呀 完了她说的那个 妈 让我打个嘴巴着 我说你干嘛打人家呀 她说她不会说话 我说说啥呢 她说我姐得色点 我说那样的话 那打她两个也不多 你怎么了 我就觉得 她这说这话太可笑了 其实我当时就是说那种话 我说得色的 其实就是心里难受 然后但是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就这样以后她就回来了 还有什么大事吗 你让我说大事主持人 你看看我这个挠的 我化点青妆 我说你给我这张涂一涂 谁挠的 这位 骂我主宗 我对不起主宗 那主持人呢 他先骂到我 反正他就是那天骂我主宗 骂到我特别难听 骂我妈 就那件事情 好 别说了 知道了 你当时在哪儿呢 去派出所了 那天她 她说家不都给她打了吗 我一天去了派出所试试 姐姐 姐夫 妹夫 父亲 母亲 你们欺负我们 不去派出所 我们就让你欺负啊 你那会儿为什么不分手啊 已经有孩子了 已经有 她是这么回事 头你呢 她考了一个驾照 考了驾照 她说个什么 我驾照拿到手了呀 你妈家餐 行 家餐算啥呀 主持人你知道吗 就是那天晚上我饿得不行了 我吃了两个两馒头 那我不吃我受不了啊 我为什么吃两馒头 不是没有东西吃吗 为什么不自己拿微波炉热一下 你说微波炉吗 我们那儿没有 出去买点吃的呀 出去买点吃的太晚了 自己动手再做点啊 自己动手 然后也没有什么 就是说能做的 接着说吧 她说有一天 她俩就来回来了 她说妈 跟你说个事 我说什么事的 我能办到的 她说你能办到 什么事 王静霞怀孕了 我说好事啊 她说你那个 我听您的语气 不像是好事啊 那我为了儿子嘛 我生了儿子了 那我不是好事 我也得认可 我一切都是为了儿子 就这样的话呢 我说 你说我 我库房我打理 尾声我搞 衣服我洗 那库房的书 你想想吧 他们做书生意的是吧 饭不做 碗不刷 衣服不洗 裤头我都给洗 她洗过 她就觉得对我好 这就是对我好 你挺浑的 她那个 她儿子的 别别别 她儿子的那个什么 内裤 我妹妹也帮她洗 我妹妹也帮她洗过 我妹妹现在还喊冤呢 不是家里人相互照顾 这个是应该的 别计较太多了 基本基本听明白了 我问题其实特别特别简单 确实跟她没感情 是吧 我是想跟她在一起 想在一起 你把她妈母亲得罪那样干嘛呀 来了就是一个台阶嘛 指着手塌塌塌的 你干嘛呢 不是 你也 你看到她那个人 太多了 我看到什么了呀 其实有些事情 我们还没有说过 就是说 你不用说了 不就这么点事吗 还有好多 有什么事啊 有什么事比你们俩和好要大呢 那人家刚才已经说了 那你到底是要跟人和好 还是不跟人和好呢 人家刚才说了 人家你到底是要跟人和好 还是不跟人和好 不管别人 管你自己 我是现在就是想跟她过 但是也有很多 就是说我外部的 开条件吧 我不想开条件 因为为什么呢 我可以退出 我可以就说让她 就是我这男朋友不为难吗 我可以放弃这点感情 行 知道态度了 明白了 来 离开你妈能生活吗 能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就得娶她 你怎么摆平他们俩 让妈回家 听儿子这么说 你伤心吗 我不伤心 我预料之中 我回家 有我回家的条件 开吧 把我投入的 应该给我的 直接说数 直接说数 他们心里有数 让他们说吧 说出来大家都听着 说吧 每次吵架都要钱 别说话 我不说 他们心里有数 我这不是没数吗 你没数 他们给我 不是你们给我呀 给个数 11万4 又拿了15万 你姐姐的呢 我知道 多少钱多少钱 直接说快 算 15万左右 那我们两口 您付出呢 是这样的 确实是 因为您可能 来为了 没有一个爸爸妈妈说 我为你付出 是要回报的 但我特理解 您刚才为什么这么说 是因为您觉得 可能我付出了以后 也没有 得到 你希望得到的一些 比如说 感谢呀 回报啊 就是你可能的那种 期望值 对方便没有给你 所以那 当主持人收到钱的时候 那你希望说 从另外一个方面 能不能补偿 这样你心里 也舒服一点 对不对 你 现在就这样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能娶上媳妇 这是我的感觉 我没什么要问的 就是如果你们觉得 自己都是那个 受害者的话 你们都活在 苦难里的话 如果你们是 这么认为的 那你们就是苦难 其实并没有那么苦难 全是自己闹出来 我只谈个人感受 说错了 请原谅 接下来我想听 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店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要谈到婚姻 就是一群人的事情 先说男嘉宾吧 人的两个眼睛 是平行的 说明什么呢 你看事物一定要公平 人的耳朵 是两边一边 一个的 说明什么呢 我们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你作为儿子 同时又是未来的 可能的丈夫 两边的角色转换 我个人觉得 你做得很不够 你既不是一个 很成功的儿子 你更不是一个 合格的丈夫 儿子能把未来的老婆 说自己妈妈的话 或姐姐的话 就这么传过去 未来的婆媳关系 那是要由你来 作为一个中转带 该传的传 不该传的不传 同时你在里头 你要去 具有技巧的去 做缓冲 以及去加处理 你什么都没做 我得说说你 你太没有礼貌了 一个长辈 你怎么能那么说话 各种的那种 不懈的表情 即使他说的不对 我现在对他 这种表情是不好 这都是因为 他自己造成的 之前我对他 你想想你有没有原因 我自己肯定是有原因的 那你干嘛要去 用那种表情和语言 去这么不敬地 对你的老婆 我对他也是很尊重的 就是 我没有看到 你任何的尊重 阿姨 因为你儿子长大了 他不能时时刻刻 在你身边 时时刻刻要握着 你的手 他时时刻刻要握着手 的是 您未来的儿媳妇 所以 您适当地要用 退出机制 把您的爱 化作另外一种方式 对于他们家庭的爱 而不是 插入他们当中 海战 阿姨都懂啊 我为啥要赖着这 我也曾年轻过 为啥要 绞入他们的生活 所以 他们俩对您的 所说的这一切 都应该是感恩的 错 凭什么感恩啊 我们自己干公司 搅和我们什么呀 因为他们把我 哭一下就可以吗 我公司垮了 我自己认 妈是妈 公司是公司 怎么了 我就不服气这个 因为我投资了 我今天就较劲了 投资怎么投资 我还你钱 给呀 你给我搅和来 他把我请 给我请来的 大姐你看啊 是不是这么个状态 按道理 咱俩要是这样 主持人老师 他按道理 应该这样就没事了 我们没必要站着了 我为什么要跟您 抬这个杠 他有他的问题 我们其实看得很清楚 我想跟您说的是 到了这一步 圆满的解决 所谓圆满的解决 也许是和平分手 这手分掉了 孩子咱们给他 有一个打算 您说了要 尽奶奶的责任 他说要尽爸爸的责任 国家的法律 也规定了 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 享受同样的待遇条件 孩子到底谁抚养 谁出钱 怎么办 这好办 包括公司的事情 如果解体 那是他们俩人的事 您是债权人 该还钱还钱 别往这里面说 没有 够多的了 您说多了 做也做得太多了 现在需要您的是 休息 您要是今天这态度 电视机前很多 女性朋友看了 你儿子人真不敢嫁 千万别那么说话 一个逆二儿子的母亲 是失败的母亲 一个可以放手 让自己的儿子去打拼和闯荡 默默看着的母亲 才是伟大的 那难道我帮帮她 就算是溺爱她吗 主持人 错了 对了 您再这么说 真的像赵老师说的 您儿子真没人敢要了 没姑娘敢嫁到您家了 真的 绝对不能达到那个程度 就凭我儿子这样 这位相比一下的 你们心里就有数了 来 各位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如果你们的未来婆婆是这样 嫁不嫁这个男人 来 请选择 您看一下 我看了 我也实数 看了 我说什么意思 我儿子保证不在像你们想象中的那样 附老师 我特想跟听你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家人在一起 不互相地去包容对方 这本账就永远地算不清 个个都认为自己有价值 然后个个都觉得自己活得很贵 然后心里就很苦 婆婆给自己洗裤头是应该的呀 生活当中没有理所当然和本该如此 夫妻俩之间的事也是你能掺和得清的 就像赵川老师所说的 公司是公司 感情是感情 三个二到不行的人连情感都算不清 还就算金钱 还有那个 孩子 儿子 一遇到问题就啥事也摆出个心 往哪头看如何去权衡 完全是没有主意的 这事就是一个解决方式 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方式就是 媳妇要闭嘴 妈妈要放弃 儿子要努力 家庭就是在不断地妥协 权衡和放弃当中 追求最大化的幸福 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这样的话才能够冷静 你能放弃吗 我不放心 但是这个心操得有用吗 你把他生下来 你是要让他自己过自己的人生 自己去面对自己的爱情生活 幸福痛苦 否则的话 他这一辈子都窝囊 那对于这个丈夫来说 很简单的一点就是 你要牵着他的手走过一辈子 但是对于母亲永远要孝敬 我可以这么说 没有一个母亲 她算有智慧的母亲 我讲一个我最受伤的事 我去录一个节目 老母亲跟着我去 我那会抽自己卷的烟 卷完之后咱们得磕一下 然后再这样吧 拍完东西我就走了 我妈说了 不对 你当时就不是这样的 其实啊 因为我跟孙倩的家庭 也是一直生活在一起 但是我们一直都很幸福 我觉得有三个东西 第一个 阿姨 你是一个很直爽的人 但是您管的太多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我觉得你放开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 您的儿子会更加独立 更加有担当 那个远志 我觉得就是你让我 从始至终觉得 你没有一点担当 不管是对家庭的 对父母的 对妻子的 对孩子的 你这时候流眼泪的时候 我是不会同情你的 还有 今夏我特别特别的生你的气 其实你怀着一个孩子的时候 按说我不该说这种话 但是我特别恨你刚才 有一度的时候 不可以这样跟爸爸妈妈说话 就记得一点 你说的每一句话 你的孩子都能听得到 他们有一天也会这样跟你说话了 我们父母给我们的东西 不是该找给我们的 真的尊重 要学会尊重 要学会去替别人想问题 这个太重要了 在一个家里面包容是多么重要 袁智啊 其实你现在这个状态啊 我在我们家是你的这个位置 因为远航很不容易 能说吗 对 在那个晚军拍完的时候 他那时候十几岁 初中刚初三刚毕业 他母亲就因为果爱去世了 阿姨 他妈妈去世的时候 脸上还有一滴眼泪 就是他妈妈真的是放心不下他 但最终还是走了 可是这小伙子挺棒的 依然好好地活着 也能担当 我也把我的一生交给他了 我们全家也很放心 我想跟您说的是 真的 你儿子挺棒的 把手放开 让他去闯 摔倒了没事 爬起来那巴过两天就好了 一样是个好小伙子 怕什么呢 没什么 你越不让他去经历那些 可能会摔跤的事 他迟早还得摔 你说岁月大了摔 还不如小的时候摔呢 是不是 这是一个事 还有一个阿姨啊 就是那么多琐事 咱得挑一个最大的事 这个事 就是对他有利的 咱就往这方向走 对他没利的咱就回避 其他小事咱都不看 好不好 过去的就过去了 咱好好的让自己的孙子 过一个快乐的人生 好不好呢 所以站在这个大事上 你就想 什么为我孙子好 我就这么做了 在这个前提下 多对自己的儿媳妇好点 我知道您吃了好多苦 心里挺难受的 我特理解您 没事 真的 你想见了有一个小宝宝 跟您儿子一样 那么的时尚多好啊 这也是我所希望的 我宽慰您一句话吧 很多道理他不明白 让生活去教育他 一站过去 关于您的这问题 我们也问完了 您下去休息 剩下就他们俩自己的事 我呀 那好了 谢谢您啊 谢谢 来请 实话实说 现在有孩子了 摸着自己的良心 爱不爱他 如果你还爱他 你就可以克服 今天专家老师 已经给你们教了一系列的处理方式了 你的母亲 是很多传统母亲的一个写照 他们有很多 他们自己根深蒂固的东西 对和不对 我们不说 但是那份爱是沉重的 如果你以这样的方式 对待一个老人的话 你就千万别做母亲了 因为你根本就养不好孩子 接下来一分钟时间 属于你们自己的意义 我们经历 这三年里边咱们 大部分时间还是快乐的 不过咱们俩真的不可能 你自己在以后的道路上 你好好保重吧 我照顾不好你 对不起 感谢他三年来 就是这么照顾我吧 其实跟他在一起 生活也真是挺幸福的 但是就是跟他妈 就是说道成今天这样 我就是我愿意退出 我不希望他难受 如果我退出 能坏了你以后幸福 我觉得我就是宁愿我 除了以后 我自己一个人生活 一个人带孩子 只要你以后幸福就行 其实我也有错 但是我是有错 但是不至于把这个事情 就是说闹成今天这个地步 都闹成什么样了 你应该知道 你还爱他吗 你说实话 难道都是我错吗 我是 你别说了 你还爱他吗 你说实话 爱不爱 中国有个词叫斯芬 开灯 就说你们俩人那么爱 就因为处理不好婆媳关系 你们可以走在一起 然后慢慢去处理 其实我有心里 有很多很多委屈 你别委屈了 你就还说什么呀 我不想说了 你们那么相爱 你就不能为你们俩的爱 我忍受过 我当时因为他妈 就因为破点小事 又他妈又他妈 我给他亏欠了 我就希望他不要 就说他在中间不要剪 麻烦你站住 我就不希望他中间 当着台下 当着台下 跟他的母亲说 妈 我们俩要在一起 为了孩子 因为我们俩相爱 我愿意以后 好好地跟您相处 你要不这样 我们俩就私奔了 为了孩子 完了吗 关键是我父母那边也 就是因为他们那个事情 找人打 您回去吧 您也回去吧 你们俩自己考虑 我看你们俩真实 来 请关门 在这种乱象之下 他们俩到底该不该用 一起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一起来数个数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请开门 大陆上碰到了怎样的困惑吧 请开门 我跟裴裴在一起 已经两年了 其实这两年我们关系 处得是很好吧 但是这不是毕业了吗 孔洛 silent 男主人公 小雷 二十三岁 来自德北 学历本科 女主人公 陪伴二十三岁 学历是本科 来 有请有请两位 主持人好 好好好 主持人好 好好好 你看上她什么了 好啊 怎么好 哪儿都好 哪儿都好 还要分手 没说分手啊 我们肯定不是 奔着分手来的 因为我们之间 有一些矛盾需要解决 其实这个矛盾 最近一段时间 一直在困扰我们 闹得我俩也挺不愉快的 一直就在冷战嘛 冷战多久了 大约差不多有多半年了 谈恋爱多久了 告诉大家 两年 怎么这多半年 要为这些事冷战呢 因为现在已经毕业一年多了 然后我父母已经离异很多年了 奶奶身体不好 自己一个人带着弟弟在家 爸爸身体也特别不好 妈妈现在也不方便照顾弟弟 他们现在特别需要我回去照顾他们 我不想让他回去 因为他也那么自私啊 我不是自私主持人 因为我想跟你说一下 就是因为他一个人如果回去的话 他肯定承担不了那么大一个责任 所以说要回去 就是必须我陪着他回去 那你就跟他回去呗 如果说我跟他回去的话 那我的发展前景就没那么好 因为我最近刚找到一份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工作 他重要 工作重要 这两个没有可比性 你老家是哪的呀 我家在昆山苏州那边 虽然说苏州发展很好 但是毕竟我大学在这读的 我人脉关系都在这 如果说我回去的话 什么人脉关系你跟我说说 我有老师在这边 我有同学在这边 我还有一个就是跟我爸关系很好的一个叔叔在这边 他自己也是在做广告 所以说我比较有一定的人脉关系 你就怕去那边不行了是吗 如果在他家我连份工作都找不到 怎么找不着呢 因为我之前做过 我去找个工作 我在这边找个工作 在哪边 就在北京这边 我人家老家在昆山在苏州 去那找 但是还有很重要一点原因 就是我去那边 我不一定能够帮上什么忙 我只需要你陪在我身边 那可以你留在北京 我陪在你身边吗 我现在也说了 我现在特别特别需要你陪我一起回去 好吧 陪我一起去照顾这个家庭 行明白了 他的问题我问完了 我问你几个问题吧 非得你回家 刚才说了奶奶身体不好是吧 对 弟弟还小 对他明年参加中考 那你弟弟这么多年来跟谁一起生活呢 跟奶奶 妈妈呢 妈改嫁了 爸爸呢 他身体不好行动不方便 所以要回家照顾爸爸去 是吧 对 你爱他吗 你让步吧 但是我爸妈因为是从商的 他很希望我也回老家去从商 当时我为了跟他在一起留在北京 我跟他们吵了也不止一次下 如果现在我跟他回了昆山 那我父母本来已经退了一步 他们绝不可能再退另一步的 那就两地恋嘛 我也跟他提过 如果说有能力的话 我把你奶奶 或者把你家庭跟你接到这边 我来照顾你们 但是这不可能啊 这有什么不可能啊 这很不现实啊 因为我有那么一个大家庭 我有那么大一个大家庭 它像一棵树一样 你不是只把我接过来就成 你把我弟弟接过来 把我奶奶接过来 你能把我爸爸 我妈妈也接过来吗 不是你父母不是离婚了吗 你母亲不是改嫁了吗 对啊 但我和弟弟都是跟着爸爸的 就是说我妈妈膝下无子 母亲的养老也需要你们 对 那咱们就异地恋 我又不是没给你提过这个 不是 但你同意了吗 但现在问题是 我现在特别特别需要一个人 陪我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 你为什么总是不能给我一点时间呢 你非得现在逼我跟你回去 我也有等啊 已经毕业一年了 我这一年不是没努力 我从没工作 我倒找到一份 非常合适我的工作 我知道你努力了 我也知道你在找工作 反正说白了就是 他要不跟你回去 你们俩就得完蛋呗 不要分手 他就必须得跟你回去 他不跟你回去就得分手 不要分手 那到底什么意思呢 你得告诉我 我没听懂 就要一起回去 哪怕是给我一两年的机会 如果说我在这边不奋斗 我就跟你回家的话 我会觉得我这辈子会非常的可惜 明白 我连奋斗的机会我都没有了 你就不能再妥协一次吗 你每次都那么宠 我那么爱我 我可以宠你一辈子 我还可以爱你一辈子 但这一次不是宠不宠的问题 是现实就摆在我面前 我不能现在跟你回事 我现在也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啊 我们看看啊 别着急啊 她母亲 你们有缘分的话 就是你未来的丈母娘 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你听听啊 喂 您好 您是裴裴的妈妈吗 是 现在裴裴和小雷的感情 可能遇到一些问题 然后求助到我们节目 您对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事怎么看啊 我同意她在一起 同意她在一起 但是我得有条件 我必须要小雷这样 让我们叔叔来结婚 我和她爸爸立分也那么多年了 她爸爸身体也不好 弟弟马上再考高中了 没人管也不行啊 最起码给她弟弟完成学业 还得给她弟弟买房子 没房子 弟弟怎么提媳妇啊 代理说我的身体也不好啊 所以您现在 首先要求小雷 跟裴裴一起回苏州是吗 是 我要求他们回苏州 那如果他们两个人 要执意留在北京呢 那我不同意 因为如果要 能搬进这个家了 我叫姑娘嫁给她 如果她搬不去这个家 我都叫姑娘回来 我在苏州 给她找一个好的家 裴裴你难受吗 为什么难受 是你妈说的 让你觉得不舒服是吗 妈妈你句话 说的让你不舒服呢 我来告诉你好不好 我听着作为一个外人 我挺愤怒的 太自私了 把女儿当成了什么 对于这个家 他们做母亲的 没有尽到责任 改嫁了吗 凭什么要求女儿 承担这个家 凭什么要求女儿 给弟弟买房子 你也寒心啊 小伙子 你准丈母娘这话 你听了以后 有什么感受吗 其实她妈这个想法 我早就知道了 所以说 假如我现在跟她回昆山 她妈要求的 我肯定做不到 但是我会在那边 特别的努力 如果说有可能的话 我还有可能 去接近她妈的目标 我还有可能 跟她在一起 小伙子 一心一意要跟人好 对不对 但是前提是 我不能跟你回昆山 是 今天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是我俩好的第二年 我过生日 她给我送了一个手工相册 记录了我们这两年的点点滴滴 哇 做得很漂亮啊 记得你骑小车 大冬天跑到昌平 给我买粥活 记得你骑小车 带我出去兜风 记得你骑小车 带我去超市 一次一次 记得属于我们的 小车的所有的回忆 记得你对我所有的 一切一切的好 当时她为了做这个 你手都被弄破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在这个相册的第一页 是一句歌词 我能够想到最浪漫的事 是和你一起慢慢变了 最浪漫的事 是和她一起慢慢变了 那么最现实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跟她一起回家 那你这是带条件的 不是我不想留下来 现在面临这么一个现实的问题 我真的没办法 我需要一个人陪我一起来承担 可能她不需要陪我承担什么 那你为什么可以把你家那些关系 压在我们之间呢 我觉得非常的累 每次你提你家那些事 我不是没想过 我都跟你说了 我想过 但是你总是还会每次 都把他们压在我们关系之间 不是啊 我们俩在一起之前 你就已经非常清楚 你就已经知道 我家是这种情况 你忘记了你当时 怎么承诺我的 你怎么说的 你说你会陪我一起面对 那你现在又是怎么做的呢 好委屈啊 怎么我这么爱的男生 不能帮我分忧呢 你就跟我回家吧 站起来我抱抱你 站起来才能回家嘛 蹲在那怎么回家 我也真的想跟你回去 我不是没想过 但是我跟你回去 我真的去 是没有 现实真的不允许 我跟你回去 小雷先不说了呢 行你们俩抱着吧 来 各位老师辛苦你们一下啊 他们应该怎么办呢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那就站过来吧 其实你们俩懂浪漫 但是不懂爱情 爱情是你们两个人的事 但是 陪陪 你把你们家那棵大树搬来了 搬到了一个小花盆那 一个花盆 怎么能承载一棵大树的重量 我没让他跟我一起承担 我只是想让他陪我一起回去 我不想跟他分开 有他在我什么都不怕 没有他 我真的可能就有许多事情 自己做不了 你现在面临的选择 不是说他在与不在的事 而是他能否跟你回家 否则就不在的事 你把两件 其实并不是 同一水平线上的事 搁在一起说了 要不说你不懂爱情 其实我俩一直都挺好的 是的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不要被爱情胁迫 也不要被亲情所左右 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浪漫的事 哪个人都会做 但是关键是如何把现实 这些事处理好 这才是真正的难 我将你一军 好吧 您就是他的话 现在您怎么做呢 我肯定不回去 但是我不会放手 我要用我的努力来证明 我即使留在北京 在密地链 我也可以完成你对我的期望 陪伴议人在说 我只需要他陪我回去就好了 那他回去到底做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他不需要承担我家里一些开销案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那你是觉得说 只要你晚上回家 看这个男人在你家里 有他在这儿 你就安心了 对 那你岂不是很自私 你用他对你的爱来要挟他 要挟他放弃他所有的一切 但是现在我面临的是 是你面临的 不是他面临的 一个男人对他来讲 他说了一句话 说如果我没有我的事业的话 我可能会后悔 你难道不希望 他有点他的事业以后 再跟你回去吗 我觉得他回去也可以发展 如果他就想在这儿呢 如果爱是成全 你能成全吗 我们不如果了 我也直接问得直接一点吧 你现在就是小姑娘 你怎么做 我肯定不要他回去 因为我觉得 如果他真的为了我 放弃他想要的东西 回家以后 他永远会跟我责备 他也许会痛苦 而这种痛苦 不知道痛苦到什么时候 最后的痛苦 也可能是我们两个分开了 也许我们两个 一辈子的婚姻都在吵架 佩佩我不喜欢你妈妈 因为我从你妈妈的 这个话里听到的是 如何教会你 把责任放在别人身上 因为他把他的责任 放在了你身上 而你的背影那么的瘦弱 让我那么难过 这么好的一个男朋友 他那么的爱你 正是因为他这么多年 无微不至地呵护你 才让你离不开他 你希望你到了一个 新的环境中 或者回家去 你还希望他陪着你 给你合伙 但他还有一份 追求事业的心 这是多么棒的 一个男朋友啊 你要认清楚 其实作为旁人 并不赞成你妈妈那种 把应该属于 自己责任那一部分 转嫁到别人身上 你都感觉到累了 你男朋友 那个爱你的人 他没有感觉到累吗 你就那么忍心吗 蔡老师 你要这小伙子 你怎么办 异地恋 有舍才会有德 但是我觉得他呢 小雷 我觉得你刚刚有一句话 我听了 其实不太舒服 就是人脉这个词 你刚刚走进社会 其实在社会工作里面 可能会有很多 需要这样那样 帮忙的空间 但是从一开始 先不要有一个 依赖的思想 老师我想说一下 我并没有对人脉的依赖 但是我拥有的这些东西 可以帮助 也可以让我快速地成长吧 如果说我去那边 我是真的是 义无 其实我更担心你的 不是你不上进 而是你未来的挤功近利 这个时候 尤其是这个年纪的时候 是需要有你自己 能够立得住的一片天的 所以我建议你 真正的爱 是放开眼下的 而去 走一个异点点 我觉得 不一定听着 腻在一起就是最好的 他就是想这样啊 只是陪陪会舍不得他 不怕说给他听到 对 所以他让他坚定信念嘛 是的 附老师 我跟大家的看法 有很大的输入 这件事情分两面来说 无数次相同的桥段 在这个舞台上表演 告诉所有的女生 一个问题 在热恋当中 男人的豪言壮志 和甜言蜜语 一文不值 当需要他做出 真实的奉献的时候 他就开始退缩了 一个女人可以为一个家庭 十月怀胎 重负临盆 分娩之痛 那为什么一个男人 不能为一个女人 远走他乡呢 我认为这才是真实的奉献 要到真当地到那坎上的时候 讨厌那些所谓的甜言蜜语 和海事山盟的时候就到了 这是一头 另外一头 当听到你母亲的电话的时候 我又为这个男孩子很担心 因为他去了之后 很有可能像当初的老李一样 记得吗 老李找了一个在家里面 是长女的女儿 说好了老李到我们家来 要照顾我父母 结果老李呢 从年轻的二十几岁 到五十多岁 从一个青年到一个中年 再到中老年 照顾了他的父母 照顾了他的三个妹妹 照顾了他三个妹妹的孩子 最终被他们家所抛弃 等于是免费打了一次大长弓 我不是当时说 他人生的上半辈子 喂给了狼心狗肺吗 所以说呢 我认为在每当到这样的一个 两难的问题的时候 就是到底是分开 还是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最关键的是一个态度问题 如果我是他 我会去 去了之后 两人会真实地面对 在昆山的真实感受 如果到了昆山 我努力了 我找不到工作 而你的母亲 依然骄昂跋扈 把所有的重担 都压在我们身上 女朋友会切实地感受到 来错了 但是如果你不去 这个问题 永远无法解决 只是去的长期和短期的问题 另外再说闲话 说一下这个 人脉资源的问题 男人为女人放掉江山都可以 一两个熟人算什么 当然不说的太理想 说金子在哪都会发光 因为任何一片事业 都需要朋友和资源的累积 但是最关键的是 事故于自己的勇气 我没有那么高尚 我没有说 你一定要为他们家去奉献 我只是就事论事 很多情况之下 女友对自己的要求 是一个态度 而不是要你最终 真而为之 她肯定不希望看到你痛苦 如果去了昆山之后的一个月 你整日是找不到工作 抽眉苦脸 夜不能昧 日不能时 你的女朋友还会 强压着你在昆山吗 那个时候再另做打算 所有问题隐忍而尽 好 明珠敬 老师们的说法 老师们也提了一些问题 你们也做了一些回答 我知道今天还有你们两个的 好朋友来这儿了 来 有请 你好 怎么了 意见 特别 你每次一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就哭 你女朋友不会哭啊 我没有女朋友 谢谢 你遇到这种事情哭有用吗 然后马亚雷刚才妥协了 哭有用啊 哭有用 为什么要哭呢 女人哭很有用的 你没谈过恋爱我们跟你说 你跟马亚雷 强 卑卑 你有没有想过 马亚雷跟你去苏州以后 她将面临一个怎么样的姿态 我知道 你让她去照顾你的父母 这样很自私你知道吗 我自私我也觉得他自私 我想问一下我还自私吗 你怎么就不能陪我回去 好 如果我选择陪你回去 就像他说的 我爸妈怎么办 我爸妈也接到你们家去照顾 兄弟 兄弟 这是人脉吗 这是我从小 应该算人脉吧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 我知道你们俩的朋友上来 只要一张嘴 肯定事情就激化 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因为他俩在一起 我是一直看着的 许多的事情 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是马亦雷 马亦雷在处于一个弱势的 我跟你说 恋爱当中的很多事情 我们做外人的千万不要说 我们都明白我们是看的 很简单 他们俩接吻的时候 他内心什么滋味你懂吗 我不懂 所以我说你知道这么说吗 这件事情 我跟你说有很多评判的角度 所以你不要那么 就一味地站在你朋友那个立场上面去看 我也不是说就偏向这个姑娘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你很温和的你告诉他 就说你这兄弟是怎么痛苦的呀 他是怎么琢磨的 怎么思考的 你们应该以情动人嘛 在你们为了这件事去发生的时候 你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马亦雷是表现得是多么的低落 你知道他为这个工作奋斗了多久吗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他让他去苏州 我刚刚已经说很清楚了 你这样很自私 好了 你又指责他了 谢谢你啊 还有还有什么观点要发表吗 给你朋友加加油吧 马亦雷 我希望你记住 别忘了我们哥几个一期许家愿望 让他在北京传一方事业出来 不要去苏州 没了 谢谢谢谢秦辉兄弟 下面是你们的时间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 其实我觉得 仔细备 没事 事 事 或许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还是因为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而分手 来 请选择 在这个现场有64.29%的观众朋友 觉得这对年轻人 应该可以克服现实的困难走在一起 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 一起来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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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想法 在一起 在北京在一起 对吧 是吧 是在北京是吧 行 不回苏州了 你呢 你呢 其实刚才在报他那一下我想了很多 你快说你要干嘛 但是我觉得他一个人真的承担不了 也许像图老师说的那样 你就说你要干嘛 你管图老师干嘛 我都没有尝试过 我怎么知道是怎么样呢 我决定 听话 孩子 你决定去苏州是吧 我决定去苏州市 接下来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了 一个要留北京 一个要留苏州 其实只要你们有这种相爱的愿望 我觉得在哪儿其实都一样的 回去再好好讨论 决定跟你姑娘就一辈子了 从现在开始正式的 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了 是吧 我一直都是以结婚为目的 那你过来求婚吧 你那哥们呢 这个 你这个见识给那个姑娘 好嘛 你们俩迫不及待 回去 谢谢啊 人脉来了啊 兄弟 怎么着吧 所以我跟你说啊 朋友这种事最不要管 还有一个记住啊 你没谈恋爱 你要谈恋恋爱你就知道 这是说给电视机前很多女性朋友的 温柔的眼泪就是一把杀人的刀啊 所以你还傻 就是她哭 一哭就妥协 那怎么办 她躲不过去嘛 你现在怎么个意思 支持朋友吧 既然马上已经做成这样了 我只能支持她 就是在北京大家一起好好创业 去 他们去苏州其实也可以给一些帮助 对对对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对 祝福他们嘛 祝福你们 加油 走吧 真想清楚了吧 想清楚了 好了 在这里要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 同时要感谢天津东一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戒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对年轻人浪漫而神圣的时刻 来 我爱你 我爱你 还哭呢 目的达到了还不给笑一笑 谢谢 回去别吵了 不管是异地去苏州还是留北京 只要你们有爱在都能克服 原则就是既然爱对方 稍微替对方多想一点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你们 今天还有一对嘉宾朋友 我们好好地帮一帮她 我觉得这一对也是值得一帮她 先来看一个小片 了解一下 下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朋友 我和她什么时候去年都 因为她现在要背叛我 我实际上是很不愉快 但是我的钱 我房子也没有了 你说到底是我做出了什么事 我还想得通 因为我没有做出了事 以前对我很好 现在不知道是怎么的 暴力倾向越来越越来越连终了 我觉得我后半生的全部的希望 都在你的身上 你为什么现在要背叛我 我现在已经很累了 我一天都不愿意跟她过了 我对你已经无法忍受 来掌声请出他们吧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老汪 五十五岁来自重庆 是一位既公女主人公小唐公所 会来自重庆 支一名学校的职工 有请 谈了多少年恋爱了 七年 为什么七年都没结婚呢 就是我们在感情当中 遇到很多问题 比如说她在当委遇到什么不愉快 回来就把脾气 有点小事的话 她就拧我胳膊 打我这些 都有这个暴力倾向 因为以前我离过两次婚 我离婚的时候 那些前妇的话 就是这样对待我的 大姐你说你要跟她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她对你有家庭暴力 这是您要离开她的重要原因 对不对 我是一说我要离开她 我们分手吧 她就这样 好好好 但是据我所知 好像她跟您提出结婚的时候 您同意跟她结婚呀 就因为这还把房子卖了 卖完之后就把钱给您了是吧 是的 为什么这个家都想交给她 那你拿了这个钱 有没有商量说 咱们再买一个房子结婚呢 有这个打算 后来买了吗 没买成 为什么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她妈生了一场病 她妈身上没有多少钱 我们县城的这里 我们还有二十多万 她说可以先把这笔钱拿来救急 除了几次愿 还不都是一次愿 她母亲身体不太好 她七十多岁了 就这样 这个钱带用了她母亲一息 还有她 长期以来当位效益不好 一直在外面打工 有时候 有打得到工 有时候找不到工作 他们家庭的 什么女儿要读书 什么等等 他们小妹要结婚 小姑子 这些 都照我借钱 当她给你那二十万的时候 你感动吗 等于一个男人 把后半的月子 要托付给你 你感动吗 她要给我 我怎么不收 因为我们还在恋爱期间 也没说分手 明白了 当时还没说 明白了 我问您几个问题 是 卖房子是自己想的是吧 请您回答我 你喜欢她什么 因为我觉得当时 我们在认识的时候 比较前的感觉 可能她也比较温柔 相处了那么多年 为什么不结婚 我就是跟她说结婚 她不愿意给我结婚 为什么不同意呢 她什么都不喜欢 我又喜欢文艺这方面的 那你干嘛 跟她在一起七年呢 当时我以前那些男人 都比较有钱 经常我们都除夕一些 什么KTV 或者是吃饭 或者是跟工程师 这些打交道 我们都做的一些 高档的一些 餐天啊 KTV 那您这样一个 过惯了高档生活的人 怎么看上了 我们这几个哥哥 就说我在爱情上面 我受了很多创伤 我就失望了 当时我不想找 我在一次旅游的时候 在列车上就碰见 这位王先生 当时我觉得 她老师靠得住 就这样 她现在不老师了 现在也不是说不老师 那她哪变了 变了 她已经暴力倾向啊 还有 对我就没有以前这么好 说您现在有一个 新男朋友了是吧 是的 这个还没分手 又有新男朋友了 不是 我们以前就认识 我们在十几年前 我们就认识 那你不是跟他 还交往了七年吗 不是 我以前 我的一个前男友 您的前男友 又来找您来了 后头 我们在一次聚会的时候 什么时候碰到的呢 就是在前年的时候 前年就碰到了 碰见了以后 我跟他说了 我在几年 我过得不好 那他对你不好的话 那你为什么 又不愿意和我结婚 我钱都交给你了 不愿意 你真的很小气啊 那就是因为 你以前都很好上来 我来问你 有时候你晚上 有时候晚上都别得玩了 大姐我问问 你们别吵了行吗 蓝先生是吧 是前男友是吧 我其实 给小唐是 十几年前就认识了 当时我也是 离了婚的 孩子很小 当时单位也不太好 这段婚姻就没有成 没成以后 我们两个就分手了 跟谁啊 就给小唐 这个就是我们 在没认识他以前 我们就已经 跟他两个就分手了 行那我现在特想知道说 您现在跟他是什么关系 要结婚的朋友 要结婚的朋友 是 是这样的 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您就跟小唐 就明确了说 我们现在是朋友关系 在前年 我们一直在朋友聚会当 无意当中有碰到他 当时就两个人 就就情复燃了 就是 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 去年三月份 他卖了房子 把钱交给你的时候 你跟他已经好上了 对吧 是的 那你都跟他好上了 你干嘛要收他那二十万 卖房子的钱呢 他要给我 我们当时也没提出分手 那你没提出跟他分手 怎么就能跟他好上了呢 当时我 他也没过表态 我也没表态 只是说我们是好朋友 我给你阿欣 是什么 我们是好朋友 我要提出给你分手 我还都把人赚钱拿给你 我赚一个的差不多 他已经弃虎了 那你知道他们俩谈了七年的朋友吗 知道 那这个他拿他二十万的事您知道吗 这些事情我们是 后来我才知道的 那现在等于你们俩要结婚了 现在还没结婚 打算要结婚呢 是打算要结婚了吗 是的 那您看这个 就是跟他这二十万这事 您是怎么想的 分手吧 那我讲两句 那您说 这个王先生 说小唐 差大只二十万 既然我给小唐好上了 我就不想他给在王先生面前 老魏这些事情纠缠不休 我愿意欠他的钱 我愿意付给王先生 行 那蓝先生您先休息 请进入邱比特问卷 怎么办呀 大哥 我跟您说一句话 其实您挺悲哀的 我听起来 他从来就没有真真正正的爱过你 放手吧 你拦不住 这位大姐 我和您说一句话 伤聊完了 但咱不要再去伤害 帮你去抚慰伤痛的这个男人了 你可以走 但是不属于你的钱 一分钱也不要带走 你千万不要 既要钱又要自由 还要幸福 好事都让你占尽了 我知道大姐就是 她之前失败的婚姻 是因为她想有一份 关心她的 而且生活条件很好的爱人 但是那些人 虽然满足了这个条件 却不能很专一 或者对她很关心 所以她失败了 当她找到这位先生的时候 是因为这位先生 能给她关心 但是很遗憾的是 你确实让她失去了 很多原来有的这种生活条件 却她心里一直是有落差的 是她一直没有讲 但是你要承认这一点 这是事实 我早就跟她说 我们要分手 那您早跟她说分手 您干嘛去年 还跟她租房子住呢 她残住我 我怎么 而且大姐已经 今天49岁了 你也得问你 后半辈子想一想呀 您在这上面说所有话 您觉得大家都会支持你吗 的确你这个男人 的确有很多很多的恶习 但是他还是把自己的房子 老板都卖了 想跟您在一起 至少说明 他对您是心诚的 他心不诚 他自己 他如果是他的房子 他就该卖掉 女方 第一个丈夫 因为你胖 嫌弃你 是吧 对啊 你自杀了 第二个男人 太花心 抛弃了你 你又自杀了 是吗 两次伤心 两次自杀 都自杀未遂的之后 你得出一个结论 爱情诚可贵 金钱价更高 所以你在根本不爱他 因为他老是好欺负的情况之下 你跟他在了一起 因为他把所有挣的钱 都如数地交给你 你明明不爱别人 要跟人家在一起 你只是利用 你跟人家在一起 也就好了 你还劈腿 这是可耻 你不爱人家了 还拿人家的钱 是可恶 你爱慕虚荣 你就是这么一个女人 你口口声声谈起言 你是已经伤过心的一个人了 被两个男人伤过心了 但你又一次 像你的前夫抛弃你一样 无情地在抛弃一个 这样的老实的男人 爱慕虚荣 死了自害了一辈子 你一直就渴望所谓的 高层次的生活 而且那也不高层次 无非就去赶了OK了 是吧 坐坐高档汽车了 有过尊情实义吗 记住 就是你那些 所谓认为高层次的人 无情地抛弃了你 就是你认为 这样一个纠缠你的人 一个平凡普世的男人 在你最痛苦的时候 接纳了你 汪先生是吧 你明明知道 根本不是一路人 你要过着 你普世平凡的生活 他一天到晚 要出入卡拉OK的人 你明明知道 不是一类人 你还跟他在一起 你还老实发交的 什么都顺从于他 还把房子卖掉 交给他手上 不是一类人的 你应该过最普世的生活 家长一短的小日子 你跟这种女人 在一起干什么 大姐 你对大哥还是 念旧情的 对吧 其实要求很简单 就是说跟他分手的时候 心平静气的 把该解决的事情解决了 我跟他说了不是三次 好 他不一直都不放手 以前肯定不是为了钱 我在三年以前 我三四年前 我都跟他说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我们不是一路人 好 好 性格完全不一样 行 今天你 他生活性质很难的 他一点都不爱干净 我们真的不是说 不是同一路人 来 王先生 老母亲来了 今天高售 七十三 七十三了 还管他们的事啊 您这事想怎么解决呢 跟我们说说 我从我玩来是 让小唐取了算了 小唐还他的钱 哦 明白了 整个话 谢谢 谢谢老妈妈 家里有民事理 劝儿子 今天来的目的是 劝儿子让他去了吧 把账目上的事情 说清楚就可以了 是这个意思吗 行 谢谢您 老妈妈民事理 注意身体好吗 母亲的话听到了 我碎几句嘴 因为你们自己的经济状况 这个钱怎么花的 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是在分手之前 咱们把这些事情 你们俩心平静气的 谈清楚 不用在我们这儿谈 你们自己回去谈就行 这个可以做到吗 好的 还有一句这个 忠言逆耳 如果您把自己当成一个 别人去追逐的商品的话 可能最后受伤的是您 祝幸福吧 大哥 事儿我们都听清楚了 这个事情还是有真的爱情的 没碰到 没碰到两个原因 一个是咱运气不好 第二个是咱们不聪明 不聪明是什么 老师们刚才说过了 咱们得找是一路人的人 在一起生活 就是别人有别人的生活 错不错那是别人的方式 我们有我们的生活方式 咱们得找适合咱们自己的人 是吧 我觉得你母亲特别有智慧 听听老母亲的建议 可能对你挺好的 一起进入接下来的黄金六十 小唐我们已经生活了七年是什么 一天的月都一笔勾下 我的最心中心是还是希望人回到我身边 钱我要不要无所谓 这样吧 温先生 我们不好也好够 钱这二十万 我全还上 我不差了一分 我们用了的都算了 我全还你 我猜对 那你也不用进门了 你就可以跟他说再见就走了 可以啊 我走了 我真的太累了 全我全还上 我怕 大哥 妈妈来了 跟妈妈回家来 看到一个73岁的老母亲 要搀扶一个52岁的这个孩子走的时候 这个心里的不舒服就到了一个极致 其实生活还得继续 我们要衷心地祝愿 今天这一期节目的所有的朋友 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找到自己的幸福 找到自己的快乐 重要的是 做一个大写的人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杰利亚爱情保鲜记的时间 远航先说吧 我觉得真心 信任 包容 真心 信任 包容 对 你不能说同意吧 我是因为被珍惜 因为被包容 因为被爱 所以懂得珍惜 懂得惜福 懂得回报 好 谢谢 谢谢他们 多默契啊 来 如果传承了 你是要救妈妈 还是救老婆 这个问题 问我的话 我的回答是 我要把水喝干 在爱情当中 在生活当中 有四药 做女人来讲 要自信 要有主见 要有善意 特别是 要懂得奖礼 而且有一点 我们千万不要过得太虚滑了 如果我们把什么 都看得太过于务实的话 生活可能就过得 没有那么完美了 好 谢谢 明珠出于剑棒 美玉出于丑服 审美的最高极限 其实就是审丑 和赏心悦目的美丽比起来 也许丑陋 更让我们受一点 爱情可能对于 每一个人来说 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生活的全部的要点 我个人觉得 就是做一个好人吧 开开心心 非常重要 在这里要感谢 杰利亚对于本节目的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海伦凯乐眼镜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 收看并且陪伴我们的 电视机前的女 谢谢大家的收看和陪伴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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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